溥仪不仅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,还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的皇帝,所以他的事情常常受到很多人关注。 在中国历史上,各个朝代的末代皇帝最后善终的并不多,虽然溥仪历经磨难,但好在最后有一个好结局,这个无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,但溥仪的七个亲妹妹命运却大相径庭。 大格格玉英嫁给了宛容的哥哥郭布罗润良,后得了急性兰尾炎,因家里人不幸西医,结果耽误了病情,不幸十七岁就去世,未育有一儿伴女。 二格格玉和嫁给了郑广源,他们一直跟随在溥仪身边。 1949年后,玉和任幼儿园负责人,1973年退休,2001年去世。 三格格玉英嫁给了宛容的弟弟郭布罗润奇,也跟着溥仪去了维满洲国。 1945年,她的丈夫在兵荒马乱中失踪,玉英靠几间旧房的租金,勉强维持生计。 四格格玉贤嫁给了溥仪的同学赵琪潘,赵琪潘1949年抛弃妻子去了台湾。 玉贤拖着病区,把两个年幼的孩子负养成人,直到赵琪潘1982年归国,一家人才团聚。 五格格玉兴嫁给了清朝大臣之子万加西。 维满倒台后,万加西被苏联红军抓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,后回国当翻译。 运兴则在一家饭店当初那,过着平凡而平静的生活。 六格格玉渝,她的丈夫王爱兰是金代皇帝金世宗第27世孙,两个人都是画家,算是志同道合。 七格格玉环是最后出生的皇族成员,一直从事教育工作。 她的老公乔洪志也是一名人民教师。 2004年8月9号,随着七格格的去世,中国数千年皇室的最后一位格格也走向了天国。